接下来为您播出 头发栏目剧 我去晖晖这个燕衣 那个燕衣 不是燕燕吗 我突然觉得 男人都是一样的 踏开那个女人的眼神里 跟我熟悉的爱意 意外让命运转折 我当年失踪了 这次行动 由我亲自指挥 母娜也在回家录下 你把儿生了孩子 就像这个家的乡国 这往前 就是悬崖了 不断休息残土 愈加绝望的宠静 你需要信心的手术 我们结婚了 重生却迷失在爱与恨中 我做我幸福的谁 旧行何时到来 如果有来生 再做你的心 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 六级迷语剧 风雨燕归来 你怀孕了 真的吗 妈 燕燕可能已经不在了 妈妈的记性不好 那天你们俩说要结婚 我就想把这戒指给你 听话就好 一会儿我就给你洗澡 让你和宝儿圆访 快快快来 宝儿圆访 这是你母亲给我的戒指 她把我当成燕燕 这几天一直没有机会给你 把她拿 听说有警察 跨省追查 被拐赖凤女 一切看我的 自有办法 那天那小伙子就蹲在这 这掉下去还有救啊 肯定是凶多吉少 娘 再往前 就是去安崖了 姑娘 妈 燕燕真的失踪了 阿姨现在已经认定了 我就是她的燕燕 那我就继续对她的燕燕 你内口部面部 伤口很多 需要进行手术 如果燕燕回来了呢 她不在的时候 让我来陪你 我对不起 现在要来伤害你 初遥 你会接受如此的火吗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来幕剧 我是主持人 普华 今天继续我们的第五集故事 前面我们看到 主人公欧阳燕历经千兴万古 昏回到楚城身边 却发现物是人非 她唯一的信念 可谓倾刻间崩塌了 当她看到镜子里面 自己那一张伤痕累累 无比猙獰的脸时 她决定 要让每一个伤害过她的人 都付出代价 于是她开始实施 她的复仇计划 首先欧阳燕 如愿打入了 外面团伙的内部 并成为了这个团伙头目 所谓飞鸽的情人 并掌管着这个团伙的财政大权 同时她私下里 给楚良吸取了一些犯罪证据 企图从这种方式 引起楚良关注 将这个贩卖团伙 由内而外的进行瓦解 那么接下来 欧阳燕还会有哪些复仇计划 和步骤去实施呢 而楚良又能否根据线索 发现这背后所隐藏的真相 今天咱们就接着 往下看 我们下来 嗯 丁强 快快快出来都等你了 快点抓紧 干嘛 鱼提前了就等你了 快快快走上车上车 这么早啊 快走走走快快快快快 即上次击破贩卖团伙的行动后 县城又陆续出现了妇女失踪的案件 楚良根据匿名寄来的龙华大排档现金日记 发现了颇多疑点 加上近期的蹲点调查 楚良初步推断出 龙华大排档与近期的妇女失踪案脱不了关系 许天 你继续盯住龙华大排档 丁强的背后一定还有人 好 我负责调查大排档的社会关系 队长 情况基本就这样 好 好 啊 蹴股 吊子 稍欣 看到我 我们要曾经听起来 还能有谁啊 不就是你那个宝贝的外甥呗 我说你真是有病啊 跟你说呢你又不信 不跟你说呢你又追着要问 我不管 那天要是我心情好了 说不定啊我就跟他好上了 我说不定 我说不定啊 不买的上车啊 干嘛去呀燕燕 你干嘛这是 燕燕 燕燕 这不是飞哥吗 那么巧啊 不是你 我到处找你呢 这个美容样打了电话说你在这儿呢 找一半天了在这块 不 这人微言轻的 哪敢劳飞哥大驾呀 你说你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你 这是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我还问你为什么呢 我问你啊 这谁愿意往自己身上泼脏水的 是不是 你看看那个丁强 明知道我是你的女人 他还这样 他明显就是不给你面子啊 再说了 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呀 我不管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行行行 我回去收拾他 他怎么那么敷衍 明显就假的 我不要 有你没他 好吗 确定吗 你答应我了啊 肯定啊 儿子 你下班回来呀 多买几斤酸菜 便言啊 他想吃三菜粉 三二辣女 便言啊 他肯定怀的是个大胖小子 记住啊 你可别忘了买啊 你要忘了买 我可不饶你啊 好好好 好 我挂了挂了 好 这会儿可好了 丁强自幼丧父 母亲是青园酒店的餐饮部经理 她的舅舅是青园酒店的幕后老板 飞哥 这个丁强有没有女朋友 他喜欢逛夜店 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那有没有可能 夜店是他绑架女孩的一个途径 目前没有发现 还先排到里面呢 一切正常 小货车夜间还是送蔬菜水果 我们通过交警对他做了全面检查 没有发现夹层 也没有运输可疑物品 最近不要靠他们太近 免得打草惊蛇 好 嗯 成绩了一年 终于可以着手我的计划了 财务经理和地下情人的双重身份 让我在青园酒店站稳了脚跟 我付出的辛苦和屈辱 不会白费 总有一天 我会连本带立的药回来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验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啊 猜呢 猜呢 我猜不出来 哎呀 人家不就是小城里边要天啊 那个 我跟你说啊 老板不让我来酒店 你要有什么事赶紧说 说完我还是走呢 你是他外甥 别人怕他 你还怕他 哎呀 我那不是怕的 再说了 你介绍我来这亲的地方 我还没有好好的 谢谢你呢 那 那倒不用客气 这边反正你情我乱打 谁也管不出来 对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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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了这些不好 这个 哎 来 帮我一个忙呗 帮我把拉链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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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这也没拉链啊 你站不上来 你不用我再来 你站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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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我再来 开门 飞哥 救我 干嘛呢 舅舅 我说我看报表了 你信不 我说你吃了包子咋了 给他这撒野 我真看报表 报表 是他打电话让我来的 你胡说八道你 明明是他 他约我出去我不敢的 然后他就到这来找我了 你还 达到 这叫你听我解释 滚 滚 走不着 飞哥 你要好好安慰人家 好了 别哭了 来 喝一杯 那个丁强 看上去还伪人本分的 我对他还心存感激呢 没想到他 谁让你长得那么诱人呢 那再说了 他也不知道你是我的女人 他怎么不知道呀 他就是知道 他还说了呢 他说呀 哪怕你是老板 都要让他几分呢 他是我外甥 从小就跟着我 这几年 大排降的生意 照顾的也不错 我已经正式跟他说了 不许他骚扰你 以后再也不敢了 怪不得丁强说 你要让他三分 原来是你小辫子 被别人抓住了 自然也不会为了 我这个女人 跟他翻脸 什么 什么小辫子 丁强都跟我说了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暗地里跟他坐着 神口生意 你要是把他惹毛了 他随时把你送进耗子 嗨 我告诉你啊 这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 就是男人那张嘴 你不是男人啊 你不是男人 你不是男人 你不是男人吗 一个男人啊 想得到一个女人 往往会编造各种谎言 自己看吧 能让我看上那是你的福分 我舅舅根本就不可能为了你跟我翻脸 这些年 他一直从事的地下人口生物 我随时都能把他手的耗子给你 你说你整个事儿 不是 你听我解释 你真误会了 你看 我跟他那是有时候是聊天 有一搭无一搭的事 你说暧昧吧 多说有点 但我俩可真没事 你不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脸事儿 我对天发誓我真没跟他说咱们的事儿 你必须把他叫来当面对质 不行了 以后离家远点啊 否则好对你不客气 你为了一个女人不至于吧 舅舅 她是公司的经理 我放我真正点 试试 你至于吗 你说 怎么还没睡啊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我最近经常遇到一个女人 我感觉她好像在跟踪我 那你得提高警惕啊 千万要小心 以后再有这种感觉 立刻给我打电话 听见没 也有可能是我神经过敏了吧 最近老是睡眠不好 总是躁得慌了 不舒服了 不先去医院看看吧 要不明天我陪你去 哎呀 你干嘛这么紧张吗 我已经 我不用再失去你了 睡吧 睡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红尘中 与人画 你到底想干嘛 就算我睡了你又怎样 跟我睡的干 小心我宰了你 你别以为有飞哥跟你撑腰 我就怕你 把老子逼急了翻水就翻水 到时候你们 全都得完蛋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丁千尔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这都是他最有应得 我突然觉得 男人都是一样的 初遥 已经把我忘了吧 她看那个女人的眼神里 有我熟悉的爱 你们幸福的太久了 很快就要轮到你们了 初遥 你可不要怪我心狠 最后的cos废 病人的阻止 不是 咬人的病人 没有人都不会然 不是 病人的 人都不会满岛的 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这是 我呢 知道你妈妈生病了 在医院 继续用钱 这个呀 你拿去 不用还 好的 燕经理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也没什么大事 我呢 就想请你帮点小忙 你只要随叫随到就可以了 好吗 没问题 燕经理 有什么事你就吩咐就行了 我呢 就知道 你比冰前要本分 放心吧 会在飞哥那儿 给你美言几句的 好好干 我不会亏你的 我愿意听从眼睛里的安排 拿去 走吧 请进 队长 丁强死了 丁强死了 现在有很多疑问 你看 丁强死了 他和那个发行人什么关系 是不是那个人本来就想借着咱们的手把丁强除掉 但是现在又等不及了 丁强死后最大的受益人又是谁 龙华海鲜大拍档 现在是小林说了算 他有不在场的证人 就是清源酒店财务经理 燕尼 队长 来 丁强的事件报告出来了 死亡日期是17日晚上8点 受害人死前服用了大量的安门药 那个燕尼什么情况 燕尼是去年应聘到清源酒店的 现在是飞哥面前的红人 这是他的整形记录 这是他以前的样子 队长 我去会会这个燕尼 龙华海鲜排档就紧了 随时准备所查令 是 你回应了 意外让命运转折 实际的话 该你放我走 去家住宫 你那一张不动 欧阳也失踪了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慕奈在回家路上 给宝儿生的孩子 去上这个家的香菇 牙儿啊 这号钱就是悬崖了 不断休息残苦 愈加绝望的处境 你需要进行手术 我们结婚吧 重生却迷失在爱与恨中 我走我幸福的贼 救赎 何时到来 如果有来生 再做你的心 欧阳燕 欧阳燕 背后应该隐藏着一些秘密 如今楚良已经获知了燕妮的存在 并通过照片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怪异感 于是他打算亲自去会一会这个燕妮 那么接下来楚良又能否通过层层线索 揭开这背后的真相 他又能够认出如今的燕妮曾经的爱人欧阳燕吗 喂 燕经理 有一位刑警队的楚良楚队长在等你 你看 行 你让他上来吧 好的 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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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我要给燕妮 记住 你现在身份是燕妮 是清源酒店的财务经理 你和楚良是初次见面 不要露出任何破绽 不然 所有的计划 毁于一旦 进 楚队长 抱歉 让你久等了 楚队长 你有什么指示 有人在城边河里发现了龙华海鲜排档 法人代表丁强的尸体 我们在排查他经常接触的人 有一个叫小林的 是你为他做的不在场证明 对吗 对 你们调查那段时间 我正好跟他在一起 那个时候你们在哪 我们就在这 我们的酒店是由龙华海鲜排档直接供货的 那个丁强呢 是我们老板飞哥的外甥 他的海鲜虽然竞价比外面高 但是还算新鲜 爱与这层关系啊 我也不能多说什么 那天他是来找我记账的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的电脑记账软件 每一次的审核 都是有时间标记的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能够证明你们在这里 客观的说 记账软件只能记录时间 却不能记录录录人 楚队长 您这是滴水的漫画 没行公事 对了 你看一下这个 请问这个照片怎么回事 这是我的隐私 恕我无可封口 楚队长 您是刑警队 不是狗仔队吧 我需要提取你们的监控录像 行 我要问一下老板 稍等 好了 七天 出队 怎么样 我已经核查过了 影像资料没有做过手脚 我查过机器尸码 与标准时间差两分钟 这不影响证据的有效性 那个小林的口供和艳涅的基本一致 坐 楚梁的一再试探 让我心乱容啊 试想了多少次和她的重逢 在她的怀里痛哭一场 却没想到 比陌生人更陌生 既然你的伤口 如此容易愈合 那不妨 让我来刻上一道发泄心中的仇恨 妈 我就是你的爷爷 我就是你的爷爷 你是个臭八怪 我是 你是个臭八怪 你是个臭八怪 你臭八怪 妈妈她 确实已经不认识我了 在她的心里 燕燕已经死了 足以过河 没有退步 大男生不睡觉 折她干嘛 你觉得 那个燕衣 会是燕燕吗 你可以不回答 你看一下这个 请问这个照片怎么回事 您是刑警队 不是狗仔队吧 燕燕已经死了 出南 是 噢 用 手 除凉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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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 喝点 大爷 您还认识我吗 大娘这是怎么了 他写不开 喝药自杀 没死了 就成这样了 怎么回事 怎么说呢 上次你们来不也看见了 我们有个傻儿子 娶不上媳妇 他怕我们老两口死了之后 儿子受驱 就把儿子一起喝药了 结果儿子死了 他没死了 也就成这样了 大爷 你这眼睛怎么弄的 喂 是我 什么 老超上吊了 好 我知道了 真是 真是 真想不开了 真是 真是 大爷 怎么回事 大爷 想上吊 这不被我们给救下来了 大爷 大爷 您到底隐瞒了什么 为什么见到我们以后 就想少吊自杀呢 我们有罪啊 这都是报应啊 说吧 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我们 我们给儿子赵宝 买了个媳妇 天地良心 我们把那女的等亲归去看待 后来 那女的给我们下来后 就逃走了 我们这叫人才两空啊 儿子宝儿死了 老半也成那样了 我这眼睛也伤了 您说 您说 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孕妹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吗 你知道这样做会伤害多少人吗 那女的我们买来的时候 怀着孕 后来老半把孩子给弄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不好的意思啊 你说什么 她还怀着孕 是吧 什么 你快应了 意外让命运转折 实际上的罢了 该你把我走 提前出口 你那一张目多 我让你失踪了 这次行动 由我亲自指挥 摩难在回家路上 给宝儿生个孩子 去上座家的箱子 呀 这往前 就是悬崖了 不断休息的残酷 愈加绝望的处境 也需要进行的手术 我们结婚吧 崇征却迷失在爱与恨中 我做我幸福的贼 救赎何时到来 如果有来时 再做你的心 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 六集迷你剧 风雨燕归来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 本集的法律问题 欧阳燕挑拨飞哥 跟丁强之间的关系 又使飞哥将丁强除掉 几人是触犯了故意杀人罪 而欧阳燕是属主犯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国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对于教唆犯 教唆他人犯罪 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 所起的作用处罚 从赵老头嘴里得知了所有真相 楚良是无比的震惊和内疚 原来自己曾经离燕燕那么的近 却因为诸乎大义被蒙骗 而错过了最佳的解救时机 更让楚良无比痛苦自责的是 当时欧阳燕肚子里面 还怀着他们的孩子 他难以想象燕燕遭遇了多少痛苦和折磨 甚至是不惜跳下悬崖 也渴望回到自己身边 而自己呢 却辜负了燕燕 娶了别的女人 虽然现在查出燕妮的整容地点 就在这个附近 但是他依然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 燕妮就是活着的燕妮 而另一边 成功除掉丁墙之后 王燕的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了清 欧阳燕已经被仇恨完全蒙蔽了双眼 他会否在犯罪歧途上越走越远 而楚良都能否及时查明真相 就欧阳燕与迷途 帮助他放下仇恨 重新找回自我呢 几个人的命运又到底会如何发展 请不要错过我们六级迷你剧的大结局 我们燕今天想请你喝个茶 你想要对燕妮并不是一向想要 楚良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老婆和我在一起 燕妮就是欧阳燕妮 你为什么不会吗 就是偷偷我幸福的贼 他很了解你 他更恨我 你敢想象洞房睡成空房的非奥 举起少注意 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开枪 你凭什么发展我的位置 你要惩罚就惩罚我 你别过来 楚良 楚良 看普法故事品百倍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神图画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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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